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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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傑 我們之前不是才說今年最夯的車應該是福士的體逛 體逛 但是我覺得它這台車比它更夯 就是它自家的產品 體逛R 那不是體逛嗎 沒錯 但是我覺得它的價格跟動力 對我來說它非常夯 是沒錯 那時候發表的時候不是說接單就已經破千了 對 破千裡面居然超過兩成 是體逛R 也就是超過兩百台以上 而且現在又接單接到一千五了 這個比例一定又更加的 應該說這個數量也會更加的大 而且大到我覺得哪時候交車都不一定 那我問你為什麼這個車輪那麼航 從外觀上來講 你覺得 首先我們從外觀上來看 我們上次試的是體逛280 那它整個的設計跟鍍鉻線條 覺得它比較偏都會使用性那種感 比較家庭用車的感覺 就是一般我們對休旅車的印象 很好看 對那體逛R 首先它在外觀上 配了它R專屬的空力套件 然後你再加上更寬闊的氣霸 還有剛烤的飾板 整個的營造出來 它的水上護照 跟它下氣霸都變成鋼琴烤漆了 對然後水上護照上面的R字 然後車側的R名牌 還有21吋的圈 整個營造起來 我覺得它就是更性能更運動化 然後同時也兼顧休旅車 然後都會時尚的一個感覺 那請問一下座艙裡面呢 座艙其實變 我剛剛感覺還好 變化其實沒那麼大 但是它方向盤換上R的專屬 然後有藍色的車紅鍵 然後下面有個Logo 然後重點是它採用觸控式的按鍵 座椅也不一樣 也是R專屬的運動化座椅 有比較帥 對 但整體的氛圍其實差異 沒有像外觀那麼大對不對 沒錯 那可是我覺得更正重要的地方 應該是體況R開起來 跟一般體況R差在哪裡 對 差非常的多 根本就是兩台車 對阿 很好玩 我剛坐上去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覺得 它還是一台中型SUV嘛 沒錯 說我們了不起嘛 高高在上的嘛 對然後感覺就這麼高的車子 配220匹的最大馬力 320匹 對320匹沒錯 我LO講了100匹 然後再加上42.8公斤米的扭力 對 0到100加速原廠說是4.9秒耶 聽起來非常的可怕 非常快 急速還電子線速在250公里嘛對不對 但是我在踩下去的時候呢 應該說再踩以前 我覺得它的整體的車高 剛剛講的有點高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 給它這麼大的動力 開起來會不會讓你覺得有點恐懼 但事實上是完全不會 超神奇的 你開起來你知道它重心高 但是你彎下去的時候 你卻覺得它重心整個降下來的感覺 我很難敘述那種感覺 嗯 就是它在開快的時候呢 整體在彎中的循跡性呢 它抓住地面的那個感覺 超級厲害的 嗯 只是它 因為它是試船嘛 對 所以它的後軸呢 它分配扭力的速度 反應的效率都非常的快 快到有點超乎想像 所以才能達成我剛剛講的 就是開起來呢 你幾乎感覺 不要說是一台鋼跑 甚至我覺得是一台性能車 嗯 就像以前我們在開的那種 真正的性能車的那種感覺 嗯嗯嗯嗯 只是我覺得比較值得 拿出來講的是呢 它雖然有320匹嘛 對 但是它的 風值扭力 42.8公斤米對不對 嗯 最低的速度轉速 就要從2100轉開始 所以呢 加上它的車重 不是說特別的輕 它畢竟是一台中型的SUV 還是德系的 所以呢 它的那個TurboLag 其實你是感覺的到 嗯 就是你沒有Hold轉速 你沒有用檔位來Hold住轉速的時候呢 其實你當轉速掉到1000多轉一下 你要重新再踩下去的時候 力道要爆出來 讓你覺得哇 好有感好有貼備感的時候呢 還有那麼半秒的一個差一點 嗯 所以如果要開得很快 在山路裡面要開得很順的話呢 你必須要隨時讓它轉速Hold在那個正確的地方 才能享受到它超級厲害的動力跟底牌 所以我覺得 這個大概也是這台車最迷人的地方 嗯 坦白講 現在的市面上 我問你 除了這個車以外還有什麼是同級 對手 比較接近的 同樣是休旅車 然後價位帶差不多 應該是我們之前試的 MINI J7W Countryman 對 J7W Countryman 但是我們上次也有講過 J7W Countryman 不管是車格 嗯 小了一點 動力也小了 它306P 這個320P 對 這個中型那個算是小型 嗯 而且在品牌的定位上 其實也不太一樣 消費客群也不太一樣 是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體光R它應該算製成一格 它沒有對手 對 目前來說 硬要對上去的話 頂多就是像X3啊 GLC 但是是最入門版本的 嗯 就是你是要一個漂亮的Logo 還是是要一個漂亮的動力 跟漂亮的性能 嗯 變成要這兩個中間選 對 對 所以我也覺得 這是它之所以大家都喜歡的原因 欸你想 才202萬 對啊 202萬你去買320P的車 除了它以外 沒有幾台了吧 應該沒有了吧 他們自家的夠吧 對 對 其他暫時真的是想不到 尤其又是休旅車的話 根本就沒有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非常的搶眼 也非常的搶手 原因大概就在這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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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